又是有型元素的環節 今個月仍然是想講一些關於糖尿病的飲食 今天我就帶了一些適合糖尿病人去選擇的小食 或者有些包裝的食品 都是我覺得蠻適合的 今天那個小食的主題 有沒有同一個common theme 他們是不是低些什麼高些什麼 還是沒有了些什麼 其實都是炭水化合物的含量 是 within我們的recommendation 就是份量裡面你是可以去吃 不會太高糖或者太高澱粉質 纖維也是相對高的 也有蛋白質在裡面 所以是很適合有糖尿病的環節去吃 或者普通健康人的也可以去吃 我首先想講一下這個 這個是紫菜來的 對呀你有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這隻但是吃過紫菜 其實紫菜是一種很健康的食物 有些人可能會問 會不會很鹹的 會不會很高鹽 其實現在有很多不同種類 品牌的品牌 在外面可以買的 我就選了這隻 有什麼特別呢 它是韓國來的 因為它有 它這隻主要是因為 酸鹽的鹽分不是那麼高 我們一包 其實是裡面很少東西的 可能有五塊這樣 我想 五塊這麼小塊 要省著吃 還是會不會多些 它沒有講入有多少 不可以請人的 那真的 沽寒的了 可以帶兩包 OK 那這個就是它的 健康法 我覺得都很小 很小的字 我怕看不到 已經很大了 對呀 對呀 因為它放大了給你 每一包裡面都有 那我為什麼選這隻呢 因為你看到它的 sodium content 是有75mg的 那是算低的 算是低的 如果你記得我們講 旁邊的percent daily value DV 你記不記得我們說 是低過多少是為之少 高過15或者低過15 高過15為之多 低過5是為之少 不低過5 對呀 那現在一包呢 就是4%的percent daily value 這個是 sodium 即是鹽份來的 那我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 當然你可以買 完全沒有味的 那人生就沒有什麼味了 那它就未必那麼好吃 你未必會想吃 那這個呢 我自己喜歡辣辣地 那這個是哇沙米 嗯哼 那它的鹽份 我覺得可以接受 那至於糖尿病人 最注重的呢 就是糖分和carbohydrates 即是碳水化合物 那它都是零的 那就是說 你可以很放心地去吃 而它不會影響你身體的血糖 那不錯呀 因為有時候你口癢 你會想吃些東西的嘛 那你都懂得說 就是說糖尿病患者 他經常要計算自己吃的東西 那如果你這個 那兩樣東西 糖和碳水化合物 都是零的話 那這個就是一流了 是啊 雖然它沒有什麼纖維 但是它的維他命C 也有6% 維他命A也有2% 那就是說 它也有少少的營養價值 但是你又不會影響你的血糖 所以是很好的選擇 那當然你說 一包不夠 那你多吃一包 其實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要講清楚給聽眾聽 不是說包包紫菜呢 都跟它的含量是一樣的 有些真的那個鹽份 或者它的味道呢 是超飆的 有些 有些都會的 所以你去買的時候 如果你擔心那個鹽份 其實紫菜一般都是比較低碳水化合物的 那主要都是看它的鹽份 那記住啦 少過5%的%db的sodium呢 就為之是正確的標準了 sodium 即是鹽份 是啊 那少過5%就可以了 那這隻就是非常之好的 那另外呢 我發現了一件新的東西 我自己都沒吃過的 是啊 現在Jojo拿著這包叫做Broad Bean 那我都沒見過的 那它的樣子呢 就是那個照片的樣子呢 就是一粒粒豆 但是中間有一條東西搬著的 就是它好像呢 那粒豆的衣 但是呢 剝剩中間那一條東西 是啊 很有趣的 是啊 絕對就是這樣了 它就是那條衣就是留在中間 那我想是美觀的 那這隻叫做Broad Bean 就是一種乾扁豆的一種 為什麼我會選它呢 因為我經常都說乾扁豆其實很有益的 嗯 譬如雞心豆 紅腰豆那些 因為它蛋白質豐富 纖維高 雖然它都有澱粉質的 但是它那種澱粉質不會很快轉做糖分 所以糖尿病人是很適合去食用 好有趣的 這些豆類呢 多數在西人的沙律 或者它的不同的食物會找到 但是很少說中國人的菜 你去炒雞心豆或者乾邊豆的 是啊 很少的 那我們 我想中國人是很少用的 除非有時候可能它用來煲湯 就是有時候會放黃豆或者雞心豆或者紅腰豆 或者赤小豆用來煲湯的 那有時候會用來煲白寶粥 那那類就會用到 但是其實中國人是比較少吃這些乾邊豆 我發覺自從我留意了關於營養的食物之後 我發覺很多原來以前媽媽煲湯那些的料 現在人們會拿回來吃的 譬如goji berry 即是杞子 那現在以前就是煲湯 現在一定會放的 現在人們會就這樣拿來吃的 Superfood的種 對 還有大粒那些叫做甜的那些 叫什麼 煲湯 你放下去 毛花果 我看到那些西人同事 他拿來吃的 那真的可以吃的 當然毛花果乾的或者生脂 它的糖分都是比較高的 但是它說是一個Nature's best candy 是啊 是一個很有營養 又有Antioxidant 又有纖維的 但這些是以前媽媽用來煲湯的 你不明白嗎 現在都用來煲湯 是 證明其實以前我們 現在喝的那些中國人喝家裡煲的湯 是多麼有營養 是啊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的傳統 其實很多知識都是這樣流傳下來 但是現在就更加科學化 去解釋給你知為什麼有益 那說回這個豆 對 那說回這個豆 為什麼我會選它呢 因為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Nutritional facts 每四份一杯 它是有 多少個 是14個gram的carbohydrates 就是總共的碳水化合物 是有14個gram 但是有3個gram都是纖維來的 哇 OK 如果你吃四份一杯的話 它是有少過一份的碳水化合物在裡面 所以以一個小食來講是幾好的選擇 或者甚至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沙律 它會給你一點碳水化合物 還有它有很高的蛋白質 是啊 它的蛋白質是有8個gram 你記不記得一隻雞蛋有多少 只有6個 是的 那它是四份一杯就多過一隻雞蛋的蛋白質 那所以它的纖維又高 所以它是一個幾有益的 還有它沒有cholesterol 就是沒有這個膽固醇 沒錯啦 因為是植物來的嘛 所以是不會有膽固醇 當然你會看到它的脂肪是比較高的 它有10%或者6個gram 但是這些都是好的油份來的 所以我們都不需要太擔心 你需要試一下嗎 好啊 那現在呢 就剪輯就試一下這個broad bean 它是salted的 是有加了鹽的 但是你看到它的鹽份 四份一杯呢 只有30個毫克 那就是更少過剛才那包紫菜 嗯 可以嗎 OK 一些不鹹 不鹹 不鹹 淡 是比較淡的那邊 嗯 但是也有味 OK 當是小食 吃一下花生 對 吃一下花生 或者你可以把它放進沙律 增加它的蛋白質 還有給到纖維尼 OK 非常好 然後呢 我就帶了三個餅乾來 OK 我知道呢 嗯 糖尿病人如果吃小食 很多時候都會吃可能餅乾 幾塊餅乾 或者 餅乾加花生醬 或者餅乾加芝士 那這些都是 我們平時會建議大家去吃的小食 嗯 那至於選餅乾呢 你是怎樣選的 我選餅乾的話呢 我就會選它不是全部的巧克力 cover 那個是曲奇餅 對 或者 就是多纖維 但是又要好吃 對 就是你已經 我覺得已經你要resort到吃餅乾的話 不如吃一些好吃的餅乾 對 你明白嗎 是的 我們之前其實也介紹過兩隻 一隻圓形的一隻 對 那兩隻我都覺得挺好吃的 我現在家裡買都是買圓形的那隻 是的 我都覺得是挺好吃 而且是有益的 是的 所以我就想給多些不同的選擇大家 那所以我就找到這三隻呢 其實都是 不算是很餅乾的餅乾 就是都是有少少像是chips的 嗯 薯片 但是它是不是炸呢 它不是的 那第一隻呢 就是 這個是cracker來的 但是呢 它是做到好像一塊那些粟米片的樣子 嗯哼 而且很薄 很脆的 而且我看到它有一顆顆黑色的東西 是flaxseed來的 哦 即是阿麻子 是的 那它就有阿麻子在裡面 那一樣都是那些 每一個份量是 炭水化物不會很高 又有纖維 又有少少少蛋白質 那所以這隻我覺得是挺好的選擇 如果你說想低卡路里一些 其實這一隻 對 這個牌子的cracker chip 又是一樣那些類型的小食 差不多了 對 但是這個就沒有flaxseed的 那它的卡路里呢 就會比 我剛才拿著這個類似是 這是粟米 這個是粟米 這個是粟米來的 就會是低一點的卡路里 那這兩隻其實很相似 嗯哼 那如果你說 你想譬如餅乾 很多時候我們是吃三四塊的 那你說我想 我想多少少 譬如又不想吃薯片那麼高脂肪呢 這兩隻就是一個很好的substitute 因為它的口感是像薯片的 但是又不會有薯片那麼高脂肪 嗯哼 可以給到少少少纖維 還有它呢 主要的鹽份不是很高 它18 這裡是18塊 都是160個g 很有趣 如果你不是真正 你這樣罩眼睜一睜 你看到這個牌子 你以為它是cereal來的 是啊 它是會出cereal的 那我現在又試一下這個 其中一個 就是類似薯片 但是不是薯片的餅乾 是啊 它是叫做cracker chips 它是圓形的 炸到像薯片那樣 它是軟軟的 是啊 其實這個也是用薯仔 和米 全麥的米來做的 嘩 它的口感是很像薯片 是 它的脆呢 是很像蝦什麼B的薯片 是啊 是啊 所以如果你想吃一個比較健康的 豁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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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片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代替餅 OK 而你又可以吃到18塊為之一份 18塊為之一份 也很多 是啊 是挺划算的 就是那個口感 就是給你 我不會說要吃兩塊就停了 但是它那個daily value的鹽份超出5 現在是7 是啊 那就是要亮紅燈 但是你還是低於15 當然這些不是每一天都可以吃的 但是可以這樣說就是它那個纖維呢 是8% 那意思是都是高高的 是嗎 是啊 8%是高的 那它有不同的味道 那你當然可以選擇一隻 是比較再低一點鹽份的 如果你擔心的話 在我們節目今天試這個就叫Zesty Southwest 那我就覺得它好像我們現在童年 吃那些卡瑪B橙色的那一包 但是我很肯定這個肯定會健康過那一隻 當然啦 這個沒有油炸的 那如果我們說回真的是餅乾呢 那我就帶了另外一隻 它是米餅乾來的 米餅 是的 那為什麼是米餅乾呢 主要都是gluton free 因為可能很多人現在都需要吃沒有gluton的食物 太多了 太多了 那這個就沒有的 但是它就是用全菊麥來做的 OK whole grain 是的 brown rice來做 而它的鹽份都是5% 它的炭水化物也不會太高 也有纖維的 那你又可以試一下這隻餅乾 好 跟我們之前介紹的圓形會不會有分別 好了 那這塊看上去都是 真的一塊餅乾 上面有一些黑色一點點的東西 對啦 還有看到其實都是很健康的樣子 是一塊正方形的餅乾 是的 它是sea salt and pepper 做味道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的份量就是有九片 那九片其實都ok 如果以一個小食的份量來講 那你可以加少許 譬如芝士或者蘸一點點薯米 ok 不是說完全沒有味的那些餅乾 它是有鹹味 但是鹹 之中你咬下去有一點甜味 因為它是米餅 嗯 這個呢其實是 我們日式那些紫菜 wrap住那一種 是啊 的質地 但是那一種呢 我看過它的鹽份是高過這個很多的 它像什麼呢 它像平時我們吃很鹹很鹹那隻黃 那隻餅乾 嗯嗯 你舔完它的味粉之後呢 再咬它的脆餅呢 就是這隻這樣的感覺 是的 那所以 這些呢都可以去做一個 比較健康的代替品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吃些薯片呀 那些脆餅呀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選擇這幾樣了 沒錯啦 那聽眾如果想看一下這些 這樣的小食的樣子呢 或者它的牌子呢 那你可以上我們Facebook專頁 就是facebook.com slash Sunday Wellbeing Like了之後呢 會陸陸續續很多不同的有型資訊 給你知道的 那我們聽聽說話 待會回來繼續 Sunday有型人